這一蟲的跟剛剛那個玉山杜鵑 它也是一個貫蟲型 那這個植物呢 現在這個植物這個叫玉山圓箔 我們在這邊會看到兩個 圓箔屬的植物 你還會看到另外一種 等一下我們如果有機會看到跟大家介紹 那這個叫玉山圓箔 那圓箔的話呢 它的那個生態意義跟這個玉山杜鵑是很類似的 它都是代表我們台灣呢 我們所謂現在可能要把這個稱為 雅膏山的 貫蟲 雅膏山貫蟲帶的 代表性物種這樣子 或者是最優勢的物種 那一個就是這個玉山圓箔 另外一個就是玉山杜鵑 那這一種海拔帶會出現在台灣 山區大概是3500公尺以上 最標準的話是3500公尺以上 我們這裡的海拔呢剛剛這樣走上來 因為我們一直被這些花索拖累速度 所以 現在可能還點多3200出頭 對3200出頭 所以怎麼會看到這兩個植物呢 因為大家想想看 植物 我們剛剛提到它是一種過度的分布 所以它不會怎樣 它不會說 3500公尺以上才除完出現 它是以下 就開始出現 但是在以下出現它不是主要的 不是主要的 它會慢慢零星的出現 到越高海拔 比如說你上到3500之後 好像突然變成它最重要這樣子 這就是一種過度的概念 所以玉山圓箔 在台灣其實基本上在3000公尺以上 就會出現了 可是呢都是很零星 一直到 3500公尺以上 它的數量會突然變得非常多這樣子 那另外呢 有人認為說在這個比較低海拔 出現的這個圓箔 還有玉山杜鵑 特別是圓箔這個植物 比較可能是過去冰棋 之後呢 慢慢殘存下來的 意思就是說呢 在 早先冰棋 時代 或者是冰棋剛結束的時候 地球是比較偏冷的 所以 玉山圓箔其實會分布在比較低海拔的位置 那時候會有非常多的圓箔 可是呢隨著這個暖化 這些圓箔慢慢地爬山 爬上我們這個比較更高的海拔 那比較低的 因為它這個是長壽命植物 有些死掉了 有些還沒死 就變得很零星 所以呢就看到 現在 這個樣子 那如果這個推論是正確的 你應該可以預期這些圓箔的 年紀都很大 年紀都很大 有沒有做過研究 沒有 因為這個很困難 因為它都是 Y7扭巴生長 根本沒有主幹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去測它的年紀 所以它有它的困難度 但是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推論是正確的 這些 圓箔 應該 搞不好都比我們認為那個 那什麼 紅塊神木 都還來得老 有可能 啊 玉山杜鑽比較沒有這個狀況 是因為 在下面 比較低海拔 比如說淵峰那邊 應該就可以看到 玉山杜鑽了 所以玉山杜鑽的分布海拔 是比較低 它是慢慢往高山上來的 跟圓箔的狀況不一樣 圓箔是比較 代表絕對 高山的東西 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們基本上會在這裡看到我們在 課堂可能未來會講到的那個 雅高山 植群帶 那個貫蟲帶 可是呢 這個不是標準的 因為它應該算殘存下來的一個情況 它會跟 這個玉山 建築混在一起 那真正如果出現 大家如果 去過雪山 或者是 未來有機會去雪山的話 就可以好好觀察那個高山 雅高山植群帶 那個圓箔貫蟲 當你到那個圓箔貫蟲很多地方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你不會看到玉山建築 玉山建築到那邊就爬不上去了 對 所以那個真正是圓箔的地盤 玉山建築就要退掉了 那玉山建築 很多的地盤在哪裡 就是跟 台灣冷山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這邊預期應該是台灣冷山林 可是呢也看不到 對不對 因為 河安山 其實命運是很 很坎坷的 對 因為這個以前有很多這個火災 人為的干擾 所以這邊很多森林都被移除掉 或燒掉 這樣子 那要恢復是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 原博它本身的樹就是 這樣子重生嗎 還是它 是因為這裡的環境的關係 造成它 所以原博一般是認為多豐的地區它才會變成灌蟲 因為在 比較避風的像雪山那一帶的避風區有沒有 原博就會變成僑木這樣子 那高度其實還是會受到 零線 風力的限制 好 那請大家 那個 就是開一條路 就是那個 在 玉山 在雪山上面比較避風的地方 雖然你會看到原博的僑木對不對 但是那僑木其實也沒有很高 頂多大概就是10公尺左右 為什麼 因為它再長上去 風又很強了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凹骨 所以上面還是風很強的地方 那它就長不上去這樣子 但是樹可以長到非常巨大 像現在知道最大的一顆 好像說那個 它的直徑 可能有多少 好像只有三公尺的樣子 那個 現在平哥大剛好 他們 前一陣子有一個專案在做那邊的年紀測定 他們用一些比較新的技術 做一些 那個 算是取樣跟測量 大概推估出來最老一顆好像是3500年的樣子 3500年 對對對 那個位置就是那個雪山翠池 雪山翠池那個原博林 所以如果有 體力好的 其實 都應該在 年輕還可以看到那 走得動的時候去看一下那一片原博林 我上去我的感覺就是 它應該就是台灣呢 有史以來都沒有被人干擾的一塊地方這樣子 就是我們從兵棋結束以後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人去 洞過的一塊地方 你到那邊會覺得它根本不像在台灣 真的完全沒有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覺得一個非常古老的 森林在那裡 翠池 雪山翠池這樣子 最後一次兵棋結束到現在 一萬年 一萬年 那至少那一片森林在那裡 我覺得有可能就是好幾千年 因為它測定出來嘛 取樣 分析的結果 它是用取樣的方式嘛 大概最老的一棵是三千五百年 三千五百年 但是一般到翠池 還不會看到那一片很大的原博林 你要從翠池往那個 往那個 雪山西陵的方向繼續走 才會出現很壯觀的原博林 如果只到 要走 雪山西風 雪山西陵 雪山東風跟祖風 東風祖風不會到翠池 要翻過 雪山祖風才會到翠池 那時候我走那個步道 確實是